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品质管理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品质管理课程的第三个讲次 关于供应商管理的第一部分 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助理张千北同学 各位同学大家好 好的我们今天有两个 单元学习目标 第一个是采购品质 再来就是供应商品的一个品质管理 那么本单元最主要是要介绍采购的品质 供应商品质管理 以及供应商的一个选择跟评件 采购品质包括了采购物品的一个品质 采购的品质规格 供应商战略等等 那供应商品质管理呢 包含了供应的品质 还有ISO9000系列中品质标准中呢 对供应商的一些品质的管制 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目标 采购品质 那采购品质 首先谈到的是采购品的一个品质 传统意义上呢 企业对于品质定义主要是考虑的是产品的设计和符合性方面的一个问题 但是今天呢 随着企业外购的一个活动增加 那对于品质的定义呢 已经扩展到了这个产品的完成和产品交付等其他的方面 因此呢 对于采购人员来讲呢 保证品质呢 已成为它的另外一个附加的责任 所谓的采购品质 包括了采购产品过程中所涉及的任何一个方面 这个定义呢 要求了这个采购企业呢 认真制定所购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规格 这包括了定义产品应符合的指标 明确检测要求 确定产品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满足交付和包装的这些要求 以解决相关责任和环保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企业呢 需要采购高品质的产品 同时呢 也需要高品质的组织呢 来完成产品的采购 采购人员之间的沟通 对于获得期望的结果至关重要 那下面我们来介绍 就是为了确保沟通 所需要的进行的一些相关步骤 那这些步骤 请助理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第一 采购人员需建立有效的资讯源 获得资讯的方法有很多 如期刊上的采购指南 工业刊物 采购目录或广告等 这些资讯可以告诉采购人员 市场上有什么样的产品 或者供应商现在最急于出售的产品是什么 此外通过与推销员的面谈 也可以额外获得一些有效的资讯 例如竞争对手的资讯 以及其他独立机构对市场所做的分析研究等 第二 进行现场检验 现场检验能够使采购人员确定供应商提供产品的能力 同时表明企业正在认真的考虑与供应商合作的可能性 通过现场检验 供应商会赶到采购企业希望他能够提供满足企业需求的产品 第三 建立保证客观的评估供应商的程序 采购人员因客观的评估供应商 评估系统的目的是按照对采购企业来说 列出重要的标准来靠查所有的供应商 采购人员将从中选择最好的三到四个供应商 进行更深入的评估 这样的目的是确定每个候选者的强项和弱点 使企业确定哪个供应商最有希望提供需要的产品 第四 选择最好的候选者提供产品 在选择过程中 价格并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 其他因素如技术能力 教其表现 信誉 财务前景 以及生产能力等也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只要是能收集到的信息 都必须重新检查 必须得到所有证明人的相关意见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得到一个能够在指定时间内 以合理的价格提供规定质量的供应商 好的 那么显然在整个过程中 财务人员已经很难单独地完成所有的这些工作 他需要一些专家的帮助 那么并组成一个团队来确定哪个组 这个供应商的实力最强 那这个团队的成员呢 可以包括从概念开始设计产品的这些开发部门的人 那么可以包括从产品进场 那么就开始使用产品的这些制造部门的人 那可以包括设计检验方法 和需要确定供应商能力的这些实验室相关的工作人员 那也可以包括某一些负责 对供应商过程控制的这些水准 进行评估的这些品质衡量的人员 那接下来我们谈谈采购的这些品质规格 首先我们来谈规格的类型 那品质规格呢 是指为了保证产品按照这个设计 成功发挥作用所要求的一组特定的参数 那这些品质规格呢 一般会有五种类型 那这五种类型 请助理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第一 产品规格 这是最常见的规格 它定义了产品按照客户期望的那样 发挥作用所需要的内容 第二 过程规格 这类规格定义了生产产品过程中 所必须要控制的制造过程参数 第三 分析规格 这类规格定义了测量所要求的精度等级 分析的方法 第四 原材料规格 这类规格定义了可接受的进入加工过程原料 第五 品质管理 这类规格定义了希望生产产品时 所实施的管理与管制的相关规范 好的 那么这些规格形成了一个体系 那通常首先确定产品规格 它是过程分析和原来规格的这些决定因素 那些规格使设计和制造人员 有了彼此沟通一些共同的语言 而这种沟通是各级加工过程所要求的 同时规格也为加工过程提供了保证品质的一些检查要点 再来我们谈谈规格的构成 那么所有规格都有共同的这三个构成的一些要素 第一 就是要对产品进行描述 它是可以对产品轮廓叙述性的做一些描述 第二 列出要求的特性 那这些特性包括了上下的公差 那么只要建立公差 就应建议检测方法及这个单位 那么在化学物理实验中 应建议这些检测方法的规程的这些检验方法 包括了仪器 这个取样精准的程度 准备样品 探测的范围 以及希望的精度和准度 第三 要列出运输和包装要求 这些要求说明应如何来包装和运输产品 对于这些规格不同的行业 也会有不同的这些附加的方法 如检测方法描述 检测方法和取样的这些过程 检测的环境要求分析证明 产品试验元素 过程控制的 那么这些呢 也所谓以各个政府规定而有所不同 那除了上述常见的这些构成的这些产品规格中 也应该要包括底下我们增加的一些内容 这请助理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第一 可靠性 耐用性 储存寿命 维护性能 第二 允许的公差盒与加工能力之间的对比 第三 接受及拒绝产品的标准 第四 使用指示 如安装 装配 储存要求 储存寿命 以及使用后的处理等 第五 不安全特性 第六 审美和其他定性的规格和可接受的标准 第七 失效的模式与效应分析 失误数分析 第八 诊断和纠正问题的能力 第九 标志 警告 编号 可诉原性 危机管理 召回要求等 第十 检查和应用标准件 好的 接下来我们谈谈规格确定的一些方法 那么建立规格的方法有很多 通常是使用一些统计学的方法 统计方法中的一些简单工具 像是职方图 平均值 变异数 标准差等 可以透过早期的这些数据了解生产的实际状况 制定规格的团队人员可以包括是开发人员 采购供应商 采购人员 制造人员 这个团队的检查 设计人员应用的这些数据 检查制造能力的一些数据 检查供应商能力的一些数据 并且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建立这些规格 接下来我们谈下一个单元就是供应商战略 一个持续稳定的供应商战略 对于当今企业来讲显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它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一些营运 而且最终会影响到企业的盈利能力 此外 关键供应商在生产新产品时是不可或缺的 许多这个时候供应商知道他们领域的一些新技术 他们有时候也知道自己目前提供产品的一些局限性 在他们了解市场对该产品的要求之后 他们可以为提高性能的提出来许多的改善的一些意见 供应商的战略有很多 其中最常用的一些战略 我们请助理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第一 增加供应商对产品的责任 所应用的策略是对供应商进行审核认证 这意味着对一个产品或一组产品免除进货检验 同时经过认证的供应商还将得到各种优惠 如长期合同 成本返回等 第二 使供应商成为新产品的开发设计团 希望供应商在设计中贡献自己的经验 对产品的预测 这意味着供应商能够收到最新的生产计划 并据此不断更新短期和长期计划 这样可以使得供应商能够及时调整计划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供应商战略的一个确定 那企业在新产品的设计和开发阶段 业务流程策略还有再造等过程当中 都需要考虑到产品的哪些零件 需要由供应商来提供 哪些供应商会是企业的一些重要供应商 那这些问题的解决 也就是企业的供应商战略确立的一个过程 包括下列一些议题 第一个 企业应该要自制还是外包的一个选项 那企业应该要综合考虑企业的一个经营环境 企业自身实际的情况 以及供应商的这些总体情况 然后再做出一个选择 第二 供应商的重要性的一些分类 由于这个产品零件中 各个材料或零组件的重要程度不同 因而决定了企业与不同供应商的一个关切 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密切程度会不一样 企业对不同供应商的品质控制程度也会不一样 这样就需要对供应商进行分类管理 第三 与供应商的关系选择 那么企业跟供应商之间的交易的关系的形式 可以说是有两种 一种叫交易关系 有可能它会形成一个合作的一个伙伴关系 当然有可能是介于这两个关系之间 再来我们谈谈什么是伙伴的关系 传统的供应商跟买方关系之间 并不是那么密切 在过去买方都采用比价的一个方式来选择供应商 其物料来源通常是有两家以上 那常造成买方必须要对各供应商催货而产生对立或不信任的一个关系 于是乎它们之间总是存有着一道又一道无形的这些墙来阻隔 它们之间造成不必要的一些隔阂 那随着整个生产形态的一个逐渐的转变 渐渐的传统的供应商与买方之间的对立关系有了一些转变 也就是说双方彼此比较能够以合作来取代对立 以技术交流取代币门招居 双方在有限的这些资源条件下 为了携手合作如伙伴 那方能从投资上获得最大的利益 伙伴的关系必须还是要是互信的 并且双方了解彼此间的期待 价值观还有他们的目标 那公司把它的供应商当作是伙伴之后 在它事业经营上是有一些好处的 这些好处我们请助理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第一 增进产品品质 第二 增加工作效率 第三 降低成本 第四 增进改革之机会 第五 不断地改进产品或服务的品质 好的 接下来我们谈谈下一个 这个单元目标是供应商的品质管理 那首先我们谈到的是供应商的品质 那供应商品质的定义呢 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机架范围内 符合或超过现有和未来客户期望或需求的一个能力 那这个定义呢 有三个主要的内容我们说明如下 第一呢 供应商每次都能满足或超出买方的一个要求 那么而且供应商在这个供应它产品的质量 或者它配送的这个时间方面的绩效呢 反复的变化呢 将会说明它不是一个高品质的一个供应商 第二 供应商不仅能够满足或超出现有的这些需求标准 同时也有能力来满足未来的需求 供应商必须能做到随时改善 能满足现在的标准 却达不到未来的标准的这些供应商 它不能算是一个高品质的供应商 第三 供应商品质不仅仅是指我们产品的一个实体特性 好的供应商呢 也能够在底下这些方面呢 满足我们买方的一些期望 那这些条件呢 我们请助理帮我们说明一下 第一 产品或服务的配送 这涉及到产品或服务的实体配送和所需信息的传达 不管供应商服务能够有多么好的满足顾客要求 配送延误都将表明供应商没有绩效 第二 产品或服务的一致性 这反映了实体产品或服务满足买方实际期望或需求的能力 第三 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如维修与管理 对很多商品都很重要 尤其是资本设备或是耐用品 第四 技术特点 供应商保持先进技术的能力 如开发技术流程的能力 是采购部门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如果买方的最终产品保持竞争力 那么供应商开发先进技术和将技术运用到产品和服务中的能力就很重要 第五 成本管理 改善品质和降低成本间有直接关系 供应商改进流程后 可以削减非附加价值成本 从而降低价格 与采购企业共同分享盈余部分 好的 在采购企业准备跟新的供应商来进行合作的时候 进行一次的这些现场检验来评估供应商的一个品质体系 是一种常用的做法 评估品质体系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确保系统能够有效的经济的完成预期的一些功能 采购企业对供应商品质体系的一个评估 应集中在一些基本原则的评估 而一些品质控制的具体细节 这往往再让供应商自己去完成 最常见的这些评估类型有三种 这三种我们请助理帮我们说明一下 第一 产品评估 评估的重要内容就是收集证据 证明产品和设计 它们符合程度 第三 过程评估 过程评估的一个基本假设是 在工厂 人员和设备都能够满足产品要求的前提下 运行正确的方法将达到预期的效果 并且当活动直接与目的和目标相关时 这样的结果可以更有效地获得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谈谈最后 这个ISO9000的系列品质管理的标准中 对于供应商的这些品质管制方面的要求 首先我们来谈谈ISO9001标准中 对供应商品质控制的一个要求 ISO9001对供应商品质控制要求 提出了一些下列的相似 我们请助理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第一 对供应商及采购产品控制的类型和程度 应取决于采购的商品 对随后的产品实现或最终产品的影响 第二 企业应根据供应商要求 提高产品的能力评价和选择供应商 第三 企业应建立选择 评价和重新评价供应商的准则 第四 企业应保持评价结果 及评价所引起的任何必要措施的记录 第五 企业向供应商发出的采购资讯 应能准确表达对产品的要求 并确保采购的要求充分性与适宜性 必要时 应包括产品程序 过程和设备的批准要求 人员资格的要求和品质管理体系的要求 第六 企业应通过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 确保采购的产品合乎要求 第七 如果企业或顾客在供应货源处进行验证商品时 企业应该从采购资讯中做出规定 好的 接下来我们谈谈ISO9004标准的 对供应商的一些品质要求 ISO9004的标准对供应商的品质要求 可以分为下面几个面向 第一个就关于对于最高管理者的要求 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应确保 对评价和控制采购产品的一个有效 和高效性的一个采购过程予以规定并予以实施 从而确保采购的产品能够满足企业 以及相关单位的需求和要求 第二 对管理者的要求 那么为了确保有效地实现企业的这些业绩 管理者应该适当地确保在采购过程中 考虑以下的活动 包含第一 及时有效和精确的识别需求 和采购商品规范 第二 评价采购产品的成本 考虑采购产品的性能 价格和交付的状况 第三 企业对采购产品进行验证的需求和一些准则 第四 独特的供应商的一个过程 第五 考虑合同的管理 包括供应商和合作者的一些协议 第六 对不合格品采购产品进行更换的一些保证 第七 是关于物流方面的要求 第八 产品表示和可追溯性 第九 产品的保护 第十 文件 这些文件包括了一些记录 第十一 对于采购产品 偏离要求的这些相关的控制 第十二 进入供应商的一个现场的要求 第十三 产品的一个交付 安装或是应用的相关的这些历史的一些资料跟记录 第十四 供应商的一个开发的协助 第十五 识别并减轻与采购产品有关的这些风险 第十六 是管理者应该要考虑 在供应商为能履约时保持企业能够继续 还有以及相关单位能够满意的一些措施 第三 是对企业的要求 企业应该要考虑在与供应商沟通的时候 使用电子媒体 以便沟通要求最佳化 企业应当要跟供应商共同制定 对供应商过程的这些要求和产品的规范 以利用供应商的知识使企业获利 企业还应当要吸收的这些供应商来参加 跟它产品相关的这些采购过程 以提高企业采购过程的一些有效性和效率 而这也有助于我们企业对于库存量的一个控制和获取 企业应当要规定有关采购产品的这些验证 沟通和对不合格品做出反应等方面的记录跟要求 以便能够证实它的符合规范上的一个要求 能够被满足 其应该要建立有效的过程 那么以识别采购材料的可能来源 开发现有的供应商或合作者 以及评价他们确保所需产品的能力 从而确保整个采购过程中有效性和效率 那么企业应该要控制这个供应商的这些依据 可以包括第一个对供应商相关经历的评价 第二供应商与其竞争对手相比的业绩 第三对采购商品的一个品质 价格交互状况还有它问题 以及处理相关的一个情况的评审 第四对于供应商的管理体系的审核 和对其有效的接 这个按照它期望的产品 来提供产品的这些能力的评价 第五检查供应商有关顾客 满意程度的相关资料和数据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做个结束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